现在是意大利的凌晨了 这几天情绪一直不是特别好 可能是因为快过年了 其实快过年了本来应该很高兴 但是由于我现在也不在国内 真的是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假节被死侵 但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我已经没有家了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 成为了一个北漂 然后在北京漂了十多年的时间 给自己也买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房子 我觉得我在北京应该是有一个家了 但是后来我又来了意大利 在这边一直租房子 已经换过好几个房子了 我现在就觉得 在这个地球上可能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能作为我的家 你可能觉得那你父母还在 你可以回父母家 父母家也是你的家 其实因为我离开家太久了 父母他们两个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了 而且呢 我是一个顾家的一个女孩 所以我给自己买完房子之后 我又希望爸妈能搬到更好的房子里面去 所以呢 我也帮助他们去买房子 当然钱是大多数是他们出的 我们家搬离了那个旧房子 去到那个新房子里去了 那是一个非常新的房子 不再有我的房间了 然后我跟爸妈曾经说过 我说我有很多书 可以给我一个书架吗 但是他们也没有听我的话 那个房子里 没有书架 几乎没有什么属于我的东西 我回去之后 我没有自己的房间 我只是 我觉得我像一个过客 可能一个女孩离家太久了 即使 她是这个家里的独生女 这个家也不属于她了 而且现在我爸妈 还是想催着我结婚 然后我爸曾经还有一个观点 一个理论说 一个家 有男人才算是 有你的家 我说我在北京有房子 他说那不算 都说那个房子里也没有男人 你只有有了你自己的男人 你才算有家 这句话让我觉得 我有家难回 因为 因为 我没有自己的男人 我一向觉得 我不会属于某个人 因为我是我自己 但是 父母为什么这么 想让我结婚 他们可能也觉得 我不属于他们那个家了 我应该有自己的家 我应该有自己的家 而我自己 不能有自己的家 我必须得 必须得找一个男人 我才能有自己的家 我在这个地球上 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找不到一个 可以称之为 是我家的地方 可以称之为 是我的床的一张床 就我躺在那张床上 我会觉得 嗯 我终于到家了 但是 世界上不存在 这么一张床 我不知道 其他在外地生活的女孩 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希望你们都有家 可以回 都知道回家的路在哪 希望大家春节快乐